敢和美国撕破脸的五个国家公开宣布与老美断交 他们其中三个是弹丸小国 最后一个曾正面击败过老美 这些小国到底有着什么底牌 竟然公然挑衅老美 断交之后的他们又面临怎样的后果 第五个国家伊朗 伊朗在曾经算得上极为典型的亲美国家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整个国家反而被英美两国全权控制 直到1951年在伊朗领袖摩萨台推动下 将全部被老美掌控的石油产权夺回 才让伊朗重新焕发生机 作为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 一百六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国家 历史上的伊朗非常强大 并且还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 也是整个亚洲最为重要的经济体 靠着石油的开产 伊朗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也因此与美国结下梁子 在摩萨台将石油握在手里后 美英两国的利益遭到极大损害 随即他们策划发动了阿贾克斯行动 直接将摩萨台的统治推翻 并扶持了巴列维掌权 然而尝到自由的甜头后 伊朗人民不甘心屈居人下 1979年伊朗发动宗教政变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也被瞬间推翻 不得已之下流亡海外 可没过多久 此人竟出现在美国境内 这件事也惹怒了伊朗人民 全体民众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团团包围 甚至将工作人员也扣押在此 自此伊朗和美国彻底断交 不过美国也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们将伊朗视为眼中定 开始不间断地发动制裁手段 显示在该国石油出口方面 美国联合英国多次拦截伊朗邮轮 试图切断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要知道伊朗能够维持国内运转 最重要的便是石油的出口 美国这一手确实给伊朗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然而不仅如此 老美还逼迫伊朗签署武器禁运协议 导致这个国家多年无法接触高科技武器装备 这一下军事经济都被打压 伊朗根本无法继续发展活力 可就算如此 他们也并没有向老美低头 甚至在美国实施斩首行动后 直接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 这一个做法不仅令全世界震惊 如此硬气的回应方式 令老美也感到有些棘手 但直到今日 他们依旧无法有效地将伊朗的石油产权重新夺回 第四个国家 叙利亚 自二战结束 叙利亚宣布独立后 发现美国已然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之一 便主动向老美投怀送抱 虽然最开始美国并不太愿意接纳这个小国家 但这里与伊朗一样 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随后便欣然接受了两国的建交 可好景不长 叙利亚发现美国只是溃伺自己的石油后 双方争论不断 关系也越发不和睦 尤其是到了阿萨德统治的时代 叙利亚和美国关系迅速恶化 直到1968年 两国正式断交 并且叙利亚宣布 与老美的关系不可能再恢复从前 是彻彻底底的老死不相往来 可面对这样的挑衅 老美怎么能够忍受 随即开始教唆叙利亚国内的反政府组织 现如今那里炮火连天 全都是拜美国所赐 并且老美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行为 他们也直截了当地表示 打击叙利亚就是自己的目标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 随后颜色革命也随之掀起 在灭国亡种之际 叙利亚连忙求助俄罗斯 硬生生顶住了美军 以及反政府组织的压力 将大片被霸占的土地收回 然而直到现在 他们的战争依旧没有停止 而叙利亚对美国的霸权 也会继续抗争到底 第三个国家委内瑞拉 这个国家与前两位不同 根本没有和老美建交过 甚至在西方列强对中国实施制裁手段时 委内瑞拉主动提出与我国建交 然而他们也是一个石油大国 还身处美国后花园 所以老美一直将其视为眼中地 也正因为如此 南美国家常常遭到美国的欺负 就连总统也遭到过多次暗杀 但历任总统都反对霸权 老美的威逼利诱 反而成为委内瑞拉民众凝聚人心的强心计 全体人民都无端地对美国反感 面对这样的情况 老美依旧用老旧的手段来对他们进行制裁 禁止国内一切金融机构 进入委内瑞拉从事金融活动 并对其展开石油围堵 可这样的手段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2019年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式宣布 与美国彻底断交 第二个国家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曾和中美两国相继建交 当初阿富汗战争时期 美军为了借到巴勒斯坦 双方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不少先进美制装备 被老美运送到巴勒斯坦 这令八方的军事力量上升好几个档次 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巴勒斯坦对老美的战略意义逐渐减小 两国的关系也慢慢陷入僵局 甚至为了拉拢印度 美国在外交方面也将巴勒斯坦频频无视 可紧接着巴以冲突爆发 老美作为其中的主导 在拟定的协议中 竟然将巴勒斯坦境内一座重要的城市 直接划给了以色列 这件事令巴勒斯坦对老美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很长一段时间 八方对美国偏谈以色列的行为 都感到极为不满 甚至此事成为两国断交的导火索 2020年 巴勒斯坦宣布与美国断交 不再接受美国在本国外交事务上的指手画脚 第一个国家朝鲜 自古以来 朝鲜与中国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不管是朝鲜独立还是抗美援朝 中国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但在美国面前 朝鲜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面子 自1905年后 朝鲜和美国便不再有外交关系 老美也不承认朝鲜的独立 以及劳动党的执政 甚至为了打压朝鲜 美国还加大了对韩国的扶持力度 这也导致了1950年的朝鲜战争 在我国志愿军得到帮助下 中朝人民将来犯的美军悉数击退 这也是世界历史上 美国称霸以来第一次被迫发起停战 美帝的不败神话也就此打破 之后朝鲜与美国的关系势如水火 直到朝方宣布自己有了核武器 两国暗地里再一次开启争论 不过虽然彼时的苏联已经解体 但靠着核武器的威慑 美国依旧不敢轻举妄动 而他们利用韩国打压朝鲜的行为 所能起到的效果也越来越弱 直至今日对于老美的口头威胁 朝鲜根本不屑一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